我們承諾各位在首三日台北就會投入一千台車 在今年年底在台北一定會投入三千台車 各位夥伴大家好 上一集集米跟大家分享GOGRO VIVA之後呢 我們現在在台北推出了GO SHARE的一個服務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啦 大家看我的車子應該在這附近啦 5979 5979 就在這裡 好 光是不是閃了一下 來這就是跟我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一樣就是GOGRO VIVA 那它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呢 它這邊沒有那個龍頭鎖了有沒有 好我們要開始騎乘 這樣就解鎖了耶 連B都不用B 好我們接下來開啟這個後箱蓋在這個地方 來 後箱蓋打開來 很多人說呢有沒有安全帽 有安全帽在這裡 兩頂 兩頂安全帽 然後呢這邊還有這個擦拭布 還有一個envelop 還有一個envelop 所以呢我今天又獲得了一個秘密的禮物囉 我們來看看這裡面是什麼 他們說現在在台北租車會有秘密禮物在裡面 欸 有新的 呃 騎乘巾 所以呢我現在又多了一個新的騎乘巾 那我完全在用啦 另外一個大家最常問的問題是說 除了安全帽之外呢 有沒有衛生套 有啦在這裡大家注意看這裡 我們看一下這邊打開來 有沒有在這裡面一條 就是一個帽子 頭上去 剛剪好頭髮 來開帽 來 要等一下 OK GoShare 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一個 無線充電的 這個手機架 我們來試試看他們放 我今天是出來 上班的 所以說呢 忘了帶我的 身體架來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 鎖上車 好OK 這個我沒有發現過 然後呢腳架放起來 我們就按下 煞車跟Go 好啦這樣就可以騎手啦 出發囉 你看真的有充電 好開了唷 然後呢 來你幫我拿那邊 那邊有那個 浴帽 就是安全 衛生的這個 對 對啊 冷電啊 陽頂 帥哥跟美女 然後擦上去 你就不用擋你的頭髮 或者是跟人家衛生問題 拉下來 用拉的 它這個帽子還蠻大的 我戴起來還蠻舒適的 我包還沒這麼大 現在就是 30分鐘MAN級 好然後現在起來之後 煞車按著 然後按那個Go 對 這個Go 跑完了 你就可以騎了 對 R7開始的時候 小心慢慢的轉 好帥喔 還這樣 真的很好奇 蠻好 對啊 你給我下10W 是啊 前面那個 有沒有 這樣下去 它就很輕鬆 這樣就很輕鬆了 對 不用像以前的這樣 對對對 你現在知道那個 屁股之後 就很簡單 這個是方向燈 沒有方向燈 在你家 開這個門的 上面還有這個加速的 還有加速 對 因為它這個時速大概是50左右 這電量看這裡 好 好 那多久不用買 不用啦 你騎完就丟旁邊 就好了 你有空再去換 騎來這裡放這裡 待會有人要騎著騎著 騎著騎著 騎著騎著 對 對 一分鐘才會給我塊錢 有時候騎車便宜 我跟你講 你剛剛站哪邊開的 那邊的 有人嚐到他的巷子 嚐到巷子 等一下一定也是他附近騎的 騎完就 對 他想說到底是誰 你不要往的車 對啊 對不對 騎到目的地之後呢 接下來比較困難的地方 其實是找車位 找車位 現在找車位了 我們後面這台車子 晚上呢 也跟我們找了好幾圈了 他也還沒找到車位 現在去找 我們到目的地之後呢 就開始來 停車還車了 接下來我們結束騎乘呢 我們只要按一下 結束騎乘 停好位置 結束騎乘 然後呢 我們停在合法的 停車格內 有啦 我們在格子內 按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段旅程呢 騎了 三十二分鐘 所以說 扣除了第一次騎的 三十分鐘免費之外呢 他額外的費用是五塊錢 騎了四點一公里 很愜意的一個旅程 OK 搞定啦 所以說今天騎乘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呢 還真的不錯喔 以後呢 我們車子就可以停在 大停車場 然後換成小車子 騎到到處去玩啦 小弄美食 我們來啦